10年摩一劍 雙刃未成事 今日把勢均 誰有不平勢 大家好 我給我小賀 鍾黎榮 歡迎收看最帥的畫榮點睛 今天咱們家捐股價指數 哇神奇的拉尾盤收盤跌80點 盤中最多跌到159點 將近160點的一個幅度 今天MACI 調降台股權重生效日 所以外資一定是賣草的 可是這個指數告訴我一件事情 告訴我什麼事情 我成交量出來了 我們扣除最後一盤400多億的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約莫也有900多 那麼這個行情它一直橫更在這邊 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 所以漲跌漲跌形成盤整 這邊出現了一個下殺取量的一個動作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8217點守不守得住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這件事 8217點一旦跌破 請注意我的指標會形成背離 我的均量已經黃金交叉 那時候會形成一個破底翻 講完了 如果你關心指數的話 我講完了 但是你不關心指數的話 你應該關心什麼 關心手中的持股跟個股嗎 對不對 那些股票 同學 誰在指數大跌的時候出現了進貨的訊號 那些股票它 很有可能出現最後的買點 因為我講過了嘛 現在現在大家都是耗鼎 耗鼎 中域中域 生計生計生計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上次跟你們講這個訊號的時候 是在這裡 8346點的時候 我說主力會在大跌的時候進貨呢 還是在大漲的時候進貨 我說這邊有進貨的訊號 那時候加捲股價指數的最低點 不在這邊 加捲股價指數的最低點在8217點 我是在這一天告訴你 這邊有開始進貨 那時候我們就買股票啦 對不對 紅帆 114塊 116塊買的 漲到了154塊錢 這裡不敢買了 後面投進去買 對不對 紅帆 從這邊漲到這裡 再早之前從這邊漲到這裡 好 碩天 打回來的過程當中在這邊 這90塊錢 這是90塊錢 這是11月12號 碩天 11月12號在這邊 加捲股價指數當時候在這邊 還在跌喔 它長這樣一段上來 這是波段強勢股 我買在短線上弱勢時 從這裡長到這裡 這個我都賣掉了啦 日有 第一時間突破在11月4號 11月4號的日有在這邊 在這邊 加捲股價指數還在跌喔 跌喔 它這樣子喔 從這個地方長一個波段上來 這個我也賣掉了 摳訊在這裡 好 波段來到148 投信在買 我跟你講說投信買 你短線上不要進去 會被電到 對不對 那現在又出現這樣的訊號了 指數跌 誰在指數大跌的時候出現進貨的訊號 這是最重要的 那相對來講 誰在行情大好的時候出現了調解的訊號 因為我還沒有看到這個族群出貨 但是確實有在調解 今天你們看到這個東西 真的很標 這是成交量最大的位置 當然676它不會是波段的追高點 可是你們有沒有注意一件事情 今天所有的升級櫃台指數當中 我把4E開頭的打出來 你們看喔 只有123456789 9加是紅的其他都是黑的 其他都是黑的 其他都是黑的 如果扣除掉浩鼎跟中域 基本上都沒有漲了啦 都沒有漲了 可是我那時候跟你講過什麼 我跟你們講說 你們要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你們要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如果你這一波沒有做到浩鼎 你沒有做到中域 你現在你應該怎麼做 很多人的想法是 那我應該買跟浩鼎有關係的 買他的姨媽姨婆 叔叔阿伯對不對 不是啊 這是人性 OTC這一波最強是 它比大盤強 然後呢 升級櫃台又比OTC還要強 然後浩鼎又比升級的OTC 升級櫃台指數更強 所以你們只能看指標股 就是4174跟4147跟4162而已了啦 連這個都不太在創新高了 只剩這個 4174跟4147 可是問題是這大家都不敢買啊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跟你講說 你看喔 當你們看到有打漲的話 就是買奇美 看去台區店長就是買聯電 看日月光長就是買細品 這個觀念是錯的 是絕對大錯特錯 所以那時候我跟你講說 假設你這波沒有做到升級的話 你不要去為升級而升級啊 如果我今天是他很多的股票回下來 我再跟你講說 你看 那事後放炮了 對不對 我在那個股票掌停板的時候告訴你 你看 3176 4180 2915 9945 2390 這是人性死人 你看這4180 我是在這一天告訴你的吧 不要買 這是漲停板 不要買 不要買 隔天見高點 啪啪 兩天回來 你看啊 2915的潤泰拳 我在這天告訴你的吧 這天大腸紅出去 隔天見一個小高點 你之後馬上回來 9945的潤泰拳也是 你看 這追這天漲的都下來了 可是也不過兩三個交易之前 一定有人告訴你嘛 那個浩泰不敢買的 那個總議不敢買的 我倆浩泰的貓嗎 結果咧 都變成浩泰的啊 那不是 不是這個樣子嗎 你看這個也是 2390的雲城 這天追漲停板的後面都到牢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大人哥在照顧的嘛 如果你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 你去買浩泰 甚至你去買 智琴 智琴還有一點點高點 基本上買智琴這邊買就不會賺了 因為他這一波也是落後 他這一波也是落後 或者是 4147 都還有機會有一個高點 基本上你賺到這邊 這個中益大概也沒什麼賺 那是鋼節套而已 換句話說你這段時間 就是這三個交易 你只有買浩泰有機會賺而已 所以 強很強弱很弱 那我告訴你說 不要去買 安城藥 我 就是告訴你說 很多股票漲停板 它不是 不見得是一個買進的需要 你現在該做的 不是去做這些事情 我喜歡講在前面 因為這個是 技術分析 導播 shouttime 人家去告訴你生計 就是說 這個在天上飛的 我們不要買 我們去買地上爬的 這個 就很危險 上一次安城藥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這邊看起來好像很低 對不對 你去買浩鼎 你買在這裡 358 你去買刺琴 你會買比較高的位置 你一樣可以賺錢 可是如果你去買安城藥的話 感覺很低 但是實際上是怎麼樣 現在漲上來 你看這補漲了 擺在這邊也是等解套而已 我在跟他談就是這樣的觀念 所以行情在漲上來的過程當中 有些時候水仙不開花 它不是裝酸 因為它真的不是水仙 所以 我才跟你講說 這一波沒有做到生計 不要為生計而生計 有人買一堆的生計 反正亂射飛鏢總會射中 但是沒有買浩鼎 沒有買忠譽 買其他的就套牢了 這是觀念的問題 這是觀念的問題 會員 我們 每一次實在的過程當中 分析所有的東西 都在講義裡面 自己看講義 超版高手第92頁 他就會告訴你說 因為這個邏輯 所以 這一波的生計 你絕對不能去買 落後補漲低機器的嗎 操作怪狠準 情緒是平穩 無我不動心 現在話說回來 我再跟你說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叫做做苦工 因為很多古廟 他剛起飽 或是來來回回 進貨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賣了 我們在賣 我們古廟不用做三機就好 三隻就好了 我需要 為生計而生計 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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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樣 生計買買買買買買 現在全部都套 除了浩鼎終於之外 基本上全部都套了 全部都套了 否則就是在成本邊緣 真的很危險 因為這個股票 這個股票今天的成交量 已經來到1萬張了 1萬張喔 這一張要67萬6 換句話說 這個佔資金比重 它是67億多 將近已經70億了 已經70億了 那這一個高點 它很容易就下來了 當然 這個我講過 它不會單頭啦 它會做雙頭 它做雙頭 所以下來基本上還有上去一次的機會 可是如果浩鼎下來 你去想 你因為浩鼎漲上來 我不敢買浩鼎 所以我去買的那些買盤 因為浩鼎掉下來 它會跌任多 所以錢只有一份啊 不是反正那個扣訊發了 反正沒賺錢你家的事情 我在賣掉就好啦 我在換股就好啦 對不對 不能這個樣子啊 所以為什麼持股三檔內進出紀律化 同學 這是第一時間突破 我告訴我委員 這個就要買 這個要買 隔天創新高 創新高要拉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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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圍到這邊 這是我手上的股票啊 所以我就會在節目上繼續追蹤啊 我會告訴我 我要讓我的會員知道 我們在創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樣的操作嘛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盤中大跌 將近160點 他老兄創波段新高 這大概漲8% 8%將近亮燈 我們都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但是我選擇這樣的標的 他創波段新高 今天出現一個向上命運可以選 重點是他才剛開始而已 我要的是這樣 我要的應該是這個時間點的耗頂 不是這個樣子嗎 導播 SHOT TIME 注意這一支股票 一買突破 二買壓回 量大高點非高點 所以130幾塊 他不是波段的追高點 注意這一支股票 因為時間跟空間即將產生黃金交叉 他後面會有什麼利多 我不知道 我今天不知道 但是他會長 他會再長出下一根的命運K線 我喜歡講在前面 因為這樣比較帥 我不喜歡那個股票長得 Y7扭8% 長得亂七八糟之後 媽媽沒買買兒子 兒子沒買買孫子 那個不一樣 郭台銘跟郭台強一樣都是兄弟 但是成就還是有差 不是這個樣子嗎 股票市場就是那麼現實 強者很強嘛 長了嗎 我跟你說 137他量大的高點不是最高點嗎 這沒長吧 這有長嗎 這沒長啊 這長停了嗎 今天最高點來到138塊半 他是一個向上命運K線 所以會員 我告訴你捏緊報警就對了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再講 請您立即撥打資訊專線 請您立即撥打資訊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最後一天 蘊達頭顧 鍾老師 解真實的行情 說真實的績效 才叫叫小賀 持股三檔內 進出紀律化 奉手曲線密碼 順天而行 才叫叫叫小賀 操作要求效率 要買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買 這就叫叫叫小賀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喜營選前主身段 史無前例 作例1加1 攻守兼備 長短皆移 立馬倒數 錯過不再 請您立即撥打資訊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 突覺得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球子有恩來 鵝排氣密窗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不算啦 貪婦啊 一體良民 如果要愛幸福 我們就檢舉會選 人人有責喔 很多堅持 可能一下子看不到成果 我依然相信 堅持清廉 未來會更好 愛幸福 檢舉會選 人人有責 我常常在講說操作 今天之前要先想三步 想好清楚 去思考看看 我們是錢在想 我們真的是錢在想 不是 空心出去在表演 不是 所以我們的股票不多 我們股票就是三支而已 持股三檔內 如果我只有三次機會 我一次進去六百萬要進兩百萬 三百萬進一百萬 我怎麼能夠不小心呢 我怎麼可能去試試看呢 我一次進去 就是要三分之一部位啊 無論坦東坦一 買的時候 很多人都曾經買過標股啊 曾經賺過標股啊 結果買一張 賠的時候咧 十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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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買下來 一路買到掛 那個觀念絕對不對 絕對是錯的嘛 趨勢就像一面鏡子 映射的多空同時反照人性 我現在講生計 不就是如此嗎 浩庭是個多頭 但是大家不敢買啊 所以因為怕賠錢 因為怕賠錢 所以去買 台威體 去買唐蓮 去買安城藥 去買 雲城 去買 論太新 去買論太全 真的買遠了 真的買遠了 不是嗎 我說過我這一波我沒有生計 但是我知道 我們不用冒險 也可以賺到錢 這個八叉叉六 這是打回來的時候 我喜歡這樣啊 一買突破二買壓回 壓回的時候買上去才帥嘛 如果只是追掌停隔點賭看看 還有沒有高點 那就算了嘛 那也不是什麼功夫啊 不是嗎 因為那樣的人 那股票掉下來的時候 他就怎樣 動作不去回溯 但是 再亮燈的時候 拿出來說 那不是 操作跟分析是兩馬子的事 可以分析十檔白檔 有檔就算績效 但是操作 錢是有限的 錢是有限的啦 你看這支鉤票啦 113塊半亮燈 123今天還憑波段新高 怎麼可能會賠錢 怎麼哪一個會賠錢 每個都賺錢啊 重點是這都剛開始而已 指數大跌的時候 你要去留意哪一些股票 是有人在進貨 所以指數大跌的時候 反而要更認真看盤 不是指數大跌的 啊 今天沒空前了啦 回來睡了啦 那不是 要看見別人看不到的 要嘗試別人不敢做得 要為了自己勇敢改變 站出來這樣比較帥 技術分析的最高進階 才會看到未來 不是嗎 我們今天 大家可以跟人家一般般去分析浩頂 去分析綜藝 但是不好意思 我沒有帶我給人買這兩支股票 我不會跟你介紹這個 不會跟你分析這個 有沒有我某年某年跟你談 某年某一天跟你說 啊說 用嘴巴說 要用錢買啊 對不對 我耗頂買在357 我賣在408 我非常自責啊 因為我覺得應該可以賺到大波段的 所以我們會去檢討 為什麼賺的沒有不夠多嘛 所以我們反覆反覆檢討的過程當中 我會知道說 怎麼去權衡那個風險跟利潤 所以啊 我告訴我會員這個 對不對 然後我也跟你們說 這是一個時間買點 我們拉近一點 同學 這個小小在拜五講的大事喔 漲了沒 漲了沒 你說說看 漲了沒 今天疊159點 今天疊77點 大家耗頂綜 不好意思 我沒有耗頂綜 但是我一樣可以漲停板 這是一個時間買點 出現一個向上面暈平線 同學 這就是技術分析啦 導播 shortime 這之前我有跟你介紹過 但是一直沒有 騙巡不到買點 現在買點來了 前三季第三季的時候賺2塊4毛3 確認同期是2.13 這漲的時候也能介紹啦 漲的時候也能追完以後套牢 然後 不講嘛 對不對 重點觀念在這邊啊 這是一個時間的買點 因為它太強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修正下來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時間性的買點 這個買點到的時候 要買就不要等 要等就不要買 我就告訴我的會員這邊靠進去就對了 三分之一部位 所以我們都要能夠有預告的能力 判斷未來的能力 不是那個漲上來發修 人家講明你發修了沒辦法 我有沒有分析 我有沒有跟你談 我有沒有某一天某一天告訴你 我有沒有某一天某一天 送你這份資料上面有這支股票 講到不好 同學講沒有用要靠進去 這個 它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這個 這是百五 五八八的時候 我告訴我會員買 五九二都可以成交五八八 這是今天 五八八在這盤下 亮燈 這是一個向上命運K線 之前也有人追在這裡啊 追在這裡啊 不敢講啊 不是嗎 你今天長上來一定 可以再臭皮 鳳凰台上鳳凰油 鳳去樓空江滋流 烏公花草埋幽靜 靜待衣冠成古秋 二水中分白鹿洲 總為浮雲能避日 長安不見死人醜 我再告訴你是 有些時候名嘴跟超盤手之間 你們傻傻分不清楚 摳訊一出去 反正就 掌停板追就是了嘛 股票買了八支十支二十支 叫個五組十組會員 對不對 那就是他的績效啦 可是事實上是什麼 你錢是有限的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跟人家一般般 我們為什麼要跟人家五則四則 打到手骨折 我何需要 你分得清楚才重要啊 關鍵的不是在今天掌停板啊 是掌停板之前知不知道要尻 知不知道他會掌停 就這樣 所以我才講說 掉下來之後不會有人說 但是掌上去的很多人會講 很多人會去彈 彈就沒有了 我講就是一支長長的 那不是 所以為什麼常常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 為什麼人家講的 人家講的 跟我們做的 差那麼多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股票很多嘛 會員成績很多嘛 不是那樣子嗎 但是不是真的 你要靠自己 我在證明的這個東西都是技術分析 都是技術分析 都是技術分析 所以我都寫在裡面啊 會員你們真的要認真看 我真的都不賞 沒有 近視的理論很簡單 近視的理論它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怎麼去跨過那個人性而已 因為股票有的時候 不是人太簡單 不是我們人想的那樣簡單 不是我們人想的這麼簡單 哇 他長好多了 我去買那個沒有長的 洛厚普長低機器 聽起來很順了 聽起來很有道理 結果買下去咧 怎麼跟想的不一樣 還會 踩水退潮之後發現一件事情 哇 只有我一個人在羅勇 為什麼 因為當初介紹的 當初談的 都不講了都不談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繼續講新的嘛 有人說的 不用花錢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要有一個公司 要有一個依據 操作公司的話 由命可以才出手 出手之後要安排退場機制 才能追求長期穩健的正報酬 你要懂得去規劃一個行情 去搜尋一個標的 搜尋標的 出來之後 行情大跌的過程當中 那是最明顯的 我這樣講好了 我今天跟你講很多的股票 其實你們大概猜也猜得出來 我再講的也是這些 可是漲上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都在介紹 真的很好 真的很棒 EPS怎麼樣 未來願景怎麼樣 對不對 可是掉下來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到底誰是真正有這些股票的 一樣的道理啊 行情掉下來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誰真正還在買這些股票 為什麼而買 為何而買 公司賺錢 有人先知道 有人先知道 他不會退啊 他不會說啊 他不會 發個coaching之後就跑掉啊 他不會送你一份資料 沒漲就算啊 不會他會繼續買 因為他是真的錢在輸贏 就像我們一樣 是錢得輸贏 超越巴士 跨越凡里 人人將一架可以叫小二 否則都是馬後報 哇長出來啊 你應該買哪裡 賣哪裡 空哪裡 補哪裡 看圖說故事就好了 不是這個樣子嗎 但是要動作 要動作 同學 千里之行死於足下 一個波段的開始 一個空頭的結束到波段的開始 他都需要行動 不然你也是看而已 看他氣看他就這樣 就這樣子啊 重新攔戟多頭魂 十信心跟對人 才能真正的逆境重生 我有跟你們講說 有一支股票 他會走歷情的模式 對不對 沒有改變過 同學 沒有改變過 我認為明天 極有可能 極有可能啊 出現我要的那個點位 會完你收到口訊 不管他是不是重作 不管他是不是跌停 考進去就對了 戴上三顆心 有決心 有信心 有信心 戴上成心 電話波通 就對了 但是 龍城 非將在 不叫 胡馬 杜英山 閃會真之聲 話容點金 感謝您收看 歡迎您加入 電話波通 財運 橫桐再會 拜拜 拜拜 星營選前主身段 史無前例 破例1加1 攻守兼備 長短兼儀 立馬倒數錯過不再 請立即撥打諮詢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最後一天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拿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桂園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爲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頭顧02-2781-0909 02-2781-0909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我們世界內情 放空爭 有可樂嗎? 想哨員 煙 那蠻凶 小新讀 idol 她雪 精二 以後想要聽江湖唱歌 隨時都聽得到 也隨時都看得到 全土15片CD